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那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期鉴定 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来介绍 如何辨别明代成化时期的 豆彩花鸟纹高足碑的真伪 这个成化的这个 豆彩的花鸟纹的高足碑啊 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方品 那怎么样辨别它的真伪呢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咱们讲这个瓷器的鉴定啊 以及断带啊 一直我每一个这个视频都强调这几个方面啊 就是所谓五个大的方面啊 更多的细节的部分 大家自己慢慢去掌握 首先就是要看它的气形啊 气形呢这个 这件事房品啊 这是成化的 气形我们看 为什么说它是房品啊 因为呢它有的时候呢 毕竟没有拿到真品 做一比一的复刻 做一比一复刻的 气形可以说百分之百的 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如果是 如果是只是照着图来做的 气形就会出现问题了 我们看这件房品 为什么说它是房品 气形上这个地方的弧度 不对啊 看跟这里的真品的弧度不对 另外呢 它的这个高足啊 快到足强的时候 这个弧度也不对啊 大家看出来了吗 有人说啊 有人说啊 可能是这个 不同的人拉的批或怎么样 不可能 那是你不了解 育瑶厂制作的这个规范 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一定是一样的 气形这个就出问题了 啊 我们再看 那现在呢 我们再看呢 就是所谓它的这个 青花的阀色 以及材料的这些阀色 啊 我们看这个橙化的这个 青花和这个房品的青花 它想通过这个所谓的淡雅 来表现出是橙化用的平等青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啊 这个 平等青呢 它是 比较淡雅 但是呢 它没有说像现 这个 它用的这样子 你看这个就是平涂了以后 双高平涂了之后 它依然是这种深沉感 啊 它这个呢 这件房品的青花就都浮在上面 像这些这个 田的这些彩也是如此 彩呢 这绿的也好 啊 过于浅了 那黄的呢 又过于浓艳了 看到了吧 然后这个树枝用的这个褶 褶石色呢 也浅了 啊 大家能看得出来吧 如 我相信大家只要不是色盲啊 都能看得出来它的这个分辨的出来 另外这鸟画的啊 和这鸟画的 还有就是它的这些色彩 再有呢就是它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啊 类似有点甜白柚的啊 啊 这种 柚水的是这种颜色 它这个柚呢 太白了啊 这是现代房品 太白了 那因为这个啊 这个成化时期的柚呢 是 非常的漂亮的啊 有这个甜白的啊 有这个 有发这个肉红色的 有的呢 是 就是并不发肉红色 只有强光照了以后 才会发的啊 这些呢 就是还有一些白种闪青的啊 那都不是像这种 现在房品它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配用的那些原料不一样了 啊 尽管你可以拿着这些这个 呃 成化时期的词片呢 去做这个 理化分析啊 但是呢 依然不能够准确的找出来 那个当时的那个配方 因为又要配的时候 它有一定固定的比例的 它不是说你想怎么样配就配出来 同样我们再看这鸟啊 画的啊 无论是从这个 你看这个青花都是浮在上面的 这是下沉了 大家能对比就能体会出来 什么叫下沉 什么叫浮 你要如果说当然了 你没有这个更多的对比 你可能理解不了 只有经过强烈的对比之后呢 才能够理解得到 啊 同样的其他的这些颜色啊 我们看都是 要么就是过浅了 要么就是浓厌了 同样啊 看这些花和果啊 它这个绘制上面啊 就就有问题吧 啊 这不用我再讲了吧 这都有问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哎 你也在看就是它所谓的这个 款制啊 那款制 还有这个问题 它这个青花都浮在上面 这是成化的 那成化的这时候有一个 还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的在尤其是在款制里边 它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啊 都是比较这个雾蒙蒙的这种感觉啊 这是成化一场的这个特征 当然也有一些清晰的 这跟它施的又有关系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